由傳統東方哲學發展出來的水墨畫 受到千年來的審美觀影響 來到當代 已經在水和墨的無共變化裡 單身出多元的藝術形式 不論是山水、人物或花鳥 水墨成在的 更多是面對生命的感悟和情懷 來到現在的城市 當新媒體技術發展迅速 水墨作品又會帶來怎樣獨特的面貌呢? 香港的生活環境非常密集 看回左倫右里 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事情發生 譬如橫向的街道 或者垂直的樓宇 每一處都有不同人的活動 充滿活力 蔡玉2020左倫右里這件作品 就將這種城市經驗 壓縮在唐樓的空間裏 畫作是在2020年畫的 所以大家看到地面有人在賣口罩 口罩檔旁邊有人在賣涼茶 涼茶店的老闆和街坊好像在聊天 前面有人在推車子運貨物 轉上唐樓的樓梯 我們一直看到上面每一個不同的單位 露台上的朋友有不同自己的活動 每一個都喜喜揚揚 而路再上去 我們再看看天台上有三個人 他們互相搭著彼此的肩膀 在太陽之下 好像跟對方說大家要加油 水墨的人物畫 著重神而輕凝齒 得獎者在這張作品中 中了非常捨意而統一的線條 去到表達這種熱鬧 而朝夕伯伯的感覺 同時亦都體現到小學生 那種同趣和率真的世界 大碗銀行年度水墨藝術大獎 由大碗銀行在2017年開始舉辦 一直以來支持培育水墨藝術的人才 激發創意和推動跨文化交流 來到第八年 今年的比賽現在接受公眾報名 由國際知名藝術家 藝術專家、策展人和藝術從業者 組成的獨立評審團 將會選出入位的作品和得獎作品 評審的標準包括記法、概念、創意、構圖 和對水墨的理解 得獎名單將於2024年12月公布 得獎者可以獲得總值超過 港幣33萬的豐富現金和獎品 而大碗銀行年度最佳水墨藝術作品 和最具潛質藝術家年獎 兩位的得獎者 將會分別獲得海外藝術駐村計劃 和專屬的水墨藝術學習計劃 得獎的作品 更將會在2024年水墨藝術節 和第二年的Art Central等活動中公開展出 今年的得獎者更有機會參與 全新的墨像2035社區計劃 和一班對視角藝術擁有濃厚興趣的本地中學生 一起構思作品 展現水墨的多元和尾線 今年的比賽在9月22日截止報名 希望大家踴躍參加 發揮你的藝術才華 和大家分享你的創作股市 作詞・作曲・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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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感謝您 臨 radio 臨中